不知道你们的生活中有没有这样一个人 他完美地诠释了什么是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 而我的生活中刚好就有这么一个人 走了 下山了 他没有徒步的步坡 也没有登地喜马拉雅 只是作为一个身边的普通人 他已经看过黑马河的日出 领略过贡嘎山全貌 自驾跑完了一朝公路 比起我们而言 他已经看过很多风景了 而这一次我们也会和他一起出发 用这台猛式917 然后现在呢 我们已经在去亚安那个默默驿站的路上了 现在是有咱们李老师开的车 反正这车可能我借回来的时候 我一直都没有开过 所以帮你们问一下 要是这车开起来 有没有一种高人一等的感觉 有 有 有 天天上路都跟货车司机对视 跟货车司机对视 那我们还是聊个比较正经的 就是可能你这天开下来的话 你自己的一个感受是怎么样的 因为现在我们还没有去到那种 比较路况复杂的路段 所以我说想问一下 就是这么一个就是越野性能这么强的车 然后你在这天开下来 还有你现在我们要在去的路上的时候 你整体的一个感受是怎么样的 其实本来这个车它两个版本嘛 大比一个纯电 然后一个增程 当时都可以选 但是纯电的话对于这车来说就没啥意义了 怎么说 你说纯电的话续航五百五百多嘛 嗯 块头这么大 如果你出去玩或者穿越 那你基本上你到了目的地 或者是你 嗯 比如说这种路况复杂一点的地方 嗯 你踩的又很猛 那你可能你那个电量就基本上就不耐到了 哦 可能你还没玩爽 你就得走了 或者更残酷一点 可能你刚跑到能越野的地方 嗯 然后你就已经没电了 你就该撤了 那确实 那我们这个车就借的就是它的 对啊 拿的是增程嘛 它增程不是综合续航有1000公里 嗯 对 然后 这两天开下来 反正 我觉得 如果它满电的状态的话 还挺好的 它满电的状态的话 它的动力分配还是 嗯 比较均匀的 你看像我们现在的话 这会儿这个路况高速嘛 可能也不是那么的赛意油耗吧 它如果选 选择 是 增程 它可能它更想要的是那种 能够满足它更多的里程 那不会有太多焦虑的这种是吧 是 你这个话说特别对 这也是为啥这次我我会选 增程版的车出来 嗯 主要就是 就是我们这次你看我们开这台车也是跑了一个往返差不多700公里这样的一个路线 嗯 有越野的路况 然后也有高速对吧 你可以就是非常完善的感受到它这个续航带来的这种优势对 包括比如说一会儿咱们比如说这个油不够了返程的时候啊 那我在服务区比如说这边的服务区它没有充电站的时候我可以直接去加油 这个就对于这一类型的车包括这一类型车主他的用车环境就是最恰当的就是很符合他们的一个用车场景 所以这也是我就是为啥在选车的时候特别坚定的选这一台增程版的 再一个就是 如果你这个比如说去越野啊啊对吧出去玩 你像很多越野的地方比如说咱们之前去像去了银川啊沙漠里边这些地方它是没有充电的地方的 它只能加油 对 对这种时候增强的车的优势就出来了 虽然可能它亏电状态有可能油耗会高一些 但是在面对这种情况的时候我能够加油去补能 就已经极大程度的弥补了我在这一类型路况上面的一个短板 进行吧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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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时候我们把它挂到这个泥地模式 好 我挂到泥地模式 OK然后310也会自动激活 接下来我们就往里面穿一穿 好吧 走走走 其实你别看这个路好像很陡 但我一点都不害怕 为啥 动力方面 虽然和纯电四电机不一样 它是用到了一个三电机加1.5T的增程器 但是这三个电机 它的功率马力都已经非常好 好像功率有600多 600多多 所以其实它动力是完全足够了 然后它整个的接近角离去角都达到了31度 31度那还是很大的 对已经是非常非常夸张的一个数据了 而且它的整个涉水深度达到了900毫米 所以咱们今天走的都是潜滩 潜滩 所以根本就造不成任何影响 主要是来感受一下整个底盘的一个表现 然后还有就是你可以看到就是这种路况 就这种复杂的烂路 它都已经是可以完全拿捏的 轻松应对 对 哇塞 这好像到头了是吧 到头了 但是这边也太漂亮了吧 走走走走 下车下车 拍一个拍一个 天哪太漂亮了 然后我也发现一个小问题 就是你刚刚让我去爬那个梯子 对 那个是怎么布局的 不会用 不会用 我来教你 来吧 对 就是这个 我跟你说 这种侧用的这种喷爬梯 它会带一个锁 通常情况下它那个钥匙是配给你的 你先用钥匙把它打开 打开之后它是一个折叠的结构 你拉这个拉扣 然后往下一拉 然后这个往下一放 它这个梯子就布局好了 它这边都是带单向的卡扣的 所以它是很牢固的 很稳 对 然后你可以从这直接爬上去了 有的时候 其实现在大多数都是拍照好看了 实际上它的一个用途 比如说我上面摆了很重的东西 或者我有的时候 像这种带旅行架的车型 我上面有可能会放我自行车 你知道吧 把自行车架在上面 或者放特别大种行李 有的人在往上面大什么 我看就是露营的什么帐篷 对那种大型的东西 都会绑到上面 然后你有这个的话就很方便 对 然后现在就是 其实就是拍照好看对吧 然后就是给你拍照好看 然后收的时候也一样 先折上去 然后一抬一扣 然后这个时候你再用钥匙 锁一下 一定要把它锁住 因为如果你去越野的话 如果你去越野的话 这个位置如果不锁住的话 它有时候颠颠颠 它会 它会掉过来 它会打下来 可能会影响到下面 所以这个侧梯是这么用的 知道吧 这个特别好 说到这儿可能还有个问题 就这个东西 轮胎 你没发现它跟其他越野车 你看长得不一样吗 它这么大一个 其实不怪你 就是咱们常规情况下 之前你试驾过的很多SUV的车型 其实和这种纯粹的硬派的越野车型 是有区别的 咱们常规家用的SUV车型 它一般不会给你配这种轮胎 你可以看到它这种胎间的胎块非常大 然后沟槽很多 它的滚组是非常大的 就是如果我家用的车型 配这种轮胎的话 它的油耗噪音都是非常难受的 对 但是这台车 它配到这种轮胎就是非常合适的 因为它要兼顾的这种路线 是要牵扯到 比如说越野完全的非铺装路段 off road的这种路段 然后它必须要给你配一条AT型的轮胎 AT型轮胎就是胎间胎块很大 沟槽做的很大 然后它的橡胶相对也会比咱们 普通车型的用的这种4G胎的橡胶 它的耐含性要好一些 所以这种AT型轮胎它会更全面 比如说这种复杂路况的越野 排水 甚至一些简单的冰雪路段 你都可以不需要换这种方法链 你可以直接的用这条胎就可以上了 然后这一台车 这台猛适 它配的还有一个小的区别 就是你可以看到 它侧面的位置有一个ELE 看到没有 ELE 对 它就是插电混动的车型专用的轮胎 它会在配方上面 对它的滚组进行一定的优化 让它的轮胎相较于之前的纯燃油车型 它的能耗不会那么高 就一定程度上减少它轮胎在滚动过程当中 它能量的一个损失 就是专门配给新能源产品来用的 所以这种胎确实很少见 因为咱们平时见的这种城市的SUV轮胎 也会用到新能源类型的轮胎 但是也不用到AT型的轮胎 对 所以这个胎 优势当然就是又省油 又省电 然后复杂路况又做得很好 但是劣势肯定也有 就是这种轮胎它的成本一般都很高 价格都很贵 就是你后期保养它的成本是比较高的 我看时间也不早了 就一天的空 咱们就赶紧往回赶 哦 还得往回赶 对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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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就往回走吧 翻车 所以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 勇是勇气的勇 敢是敢于行动的敢 别总停留在你的想象和憧憬里 如果有想去的地方 就趁还能勇敢的时候 尽体享受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